万先生工作的地点在嘉兴海宁浩福科技中心 他介绍这个办公场地是新装修的 年初勾入一批空调花了6万多块钱 这种西顶的是一共买了三台 然后中央空调买了一托五 大概这样的情况 然后我们外机是12匹的 装好大概是3月份 然后你到现在当时我们测试了一下 因为当时天气也不是特别热 我就给它打开一下 有风吹出来 我也没有说把温度调得特别低 然后最近杭州这个天气 大家都知道热 到外面倒40来度了 然后我们这调起来就是 这个制冷效果一下子就没了 可能乍一进来有点凉的 但是你如果里面坐久了之后 基本上还是会流汗的 采访时万先生找了一个 20平方左右的房间 空调温度调成17度 关门等待半个小时以后进入屋内 并没有感觉到非常凉快 不是特别冷啊 但这风好像有还是有的 风嘛 因为你现在30多度 我这个风20度你可能感觉就会凉了 不是说一下子降下来 你要循环降下来 那为什么房间就降不下来 我也很奇怪这个问题 他们给不了我一个明确的答复 空调的品牌叫极微 万先生说当时选择这个牌子 就是图个性价比 没想到制冷会有问题 厂家的售后上门过好几次 一直没有解决 外面的一个通风条件不好 外界的温度过高了 影响他们这个功率 然后他一开始呢 给我们这边接了个管子 水从这里走出来 然后这些黑色的都是喷水的 可以给他们这个外界物理降温嘛 就用水降温 你这样的效果稍微好一点啊 没那么明显 然后我们后来又找他了 又找他了 本来这里还有两台机器了 现在移到其他地方去了 就是把这个外部的一个通风条件 给它改善一下 移到哪里去了 移到楼梯上去了 他说机器正常 我们里面的温度还是降不下来 怀疑就是 无非是机器机子有问题 那他们厂家肯定也不承认这个事情 万先生告诉记者 隔壁有家公司用的也是机微空调 不过是通过不同的经销渠道购买的 这两台 然后这种中央空调的话是六个 反正都是不良快 像这里的话 就是上午的话还行 你到下午根本就没法做 就是走进来之后就直接流汗了 是来看了 然后又修吧 但是修不好 已经修了很多次了 报给厂家 到现在为止 二十多天 暂停二十天吧 反正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 我们速决很简单 就是把室内温度降起来 修好也好 修好那你是短时间的 你给我手 不能说拖了一个月 两个月下降过去了 要么就给我换机器 把这个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你实在是换机器 如果你也不行 那你只能退机器了 工厂提供我们的自动量 自动量 我们配的方案 都是正常的 甚至是偏大的 但具体说这个 自能力达不到 这个因为我这个东西 不是我们生产的 这个我们也不敢说 毕竟有问题 那更换退换都是没问题的 他首先要开鉴定单给我们 就鉴定这个设备有问题 万先生说 空调厂家在广东佛山 他之前一直跟一位 售后的莫经理联系 在外面出差 是另一个 我把那个号码给你 叫王宾 王经理 是你们另一个售后是吧 对对对 另一个自家新的售后主管 讲起来说是空调的运行 它的参索各方面都是正常 第一个呢 可能说它这个 本身房间的制造量 会有点稍微偏小一点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问题的话 它是里边有那个风管 当初客户的话 他是跟那个 当初这边安东师傅说 是很难 哪种材料性价比高 就价格便宜用哪一种 后来就用了那个转的风管 那我们后来看看 是转风管这边的出风量 还是受点影响 那么就是后来跟他协商 是说是想那个就是 把这个就是转风管 让他换掉换上那个 我们那个复合板 后来万先生反馈 已经有师傅上门来更换风管了 他打算先看看效果 188红剑借着加星报道